我覺得沒有什麼歲月靜好了啦 我覺得沒有什麼不要再歲月靜好了 我覺得他們就是 就是呢 割喉割刀斷 然後要 趕盡殺絕不留火口 醒醒吧 只有攻擊才是最好的防禦 我就發現幾個規律 第一個 你碰到房子跟土地的事情 幾乎都很危險 因為那些很複雜大家都不想聽 然後呢 第二個是 你只要開始解釋的時候 基本上你先輸一半 然後第三件事情 我忘記了 謝謝 你覺得比較合理的作法 擋接下來要怎麼走呢 我覺得比較合理的作法 就是 朱麗倫 雷是啥 你是我 你是雷 最近 有很多人都講說 這個 徐曉鑫是不是可以 化身成 新 國民黨新戰神 這個是怎麼樣呢 你最近看到目前的黨的狀況 有什麼想法呢 我覺得喔 我覺得沒有什麼歲月靜好啦 我覺得沒有什麼不要再歲月靜好了 我覺得他們就是 就是呢 割喉割道斷 然後要趕盡殺絕不留火口 那你不能就是說 你想說有一個人衝進來 然後拿著那個關刀 開始砍人了 然後呢 你就想說 喔 在這裡 我們家總共有10個人 那你的心態就是說 喔 他衝進來砍人了 那沒關係 那個 那個 爸爸先出去擋一下 然後爸爸可以砍車 那個媽媽再去一下 哥哥再去一下 姐姐再去一下 想說 喔 那我可以在後面再納兩十分鐘 沒有 那你就是 拖十分鐘 二十分鐘而已 最後還是會被砍的好嗎 嗯 行刑吧 只有攻擊才是最好的防禦 就是這樣子 沒有 我從 我選戰經驗也不能說多豐富 但我從2015年開始 我都在前線 我就發現幾個規律 第一個 你碰到房子跟土地的事情 幾乎都很危險 因為那些很複雜 大家都不想聽 然後呢 第二個是 你只要開始解釋的時候 基本上你先輸一半 你只要發現 你好像在解釋什麼事情的時候 抱歉先輸一半 然後第三件事情 我忘記了 哈哈哈 謝謝 果然徐曉昕就是一個戰將 講了兩題之後 人家就不想要知道後面的東西了 所以不需要記到第三題 但是我個人的勸告呢 是所有覺得歲月靜好 或是我們要吸引 這個國民黨要會論述 要能夠吸引更多年輕的 中間選民那些人呢 請把這張照片貼在你的床頭 每天你想到歲月靜好的時候 就看她的照片看一下 寇寇姐有要讓你歲月靜好嗎 你想咧 等你再投胎都沒有歲月靜好 再看一遍 歲月靜好 呃好不好 所以大家就會明白了 在這個世界上呢 沒有所謂的歲月靜好 當然沒有 你不砍人 人就砍你啊 人不犯我不犯人 對 所以現在的狀況呢 就是哎 那你覺得國民黨接下來的策略 因為有些人提這個 有些人提說什麼 要開什麼黨式會議啊 或者是怎麼樣 又被否決了 你覺得比較合理的做法 黨接下來要怎麼走呢 我覺得比較合理的做法 就是朱立倫連續開炮 民進黨十天 我覺得一切就會好轉起來了 就是說講那麼多 比如說什麼中間選民的選票 年輕選民選票很重要 這我知道啊 你也知道吧 網友也知道吧 誰不知道呢 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啊 所以啊 這個做而言不如起而行 如果連續十天炮擊民進黨 你也不要管什麼上四下四 你看 蔡英文都可以直接去攻擊皇室修了 他有在管啥上四下四的嗎 沒有 蔡英文還攻擊過我耶 是不是 媽的我比朱立倫還要吸泡火 幹立倫 你要不要好好檢討一下 身為最大在黨黨主席 竟然沒有被蔡英文點名攻擊過 是嘛 所以連續十天 如果呢 你就看到那個房東房客人 他有問題你也罵他 這個 哪邊誰有問題 老扣你也可以罵一罵 都可以嘛 你拿出戰鬥力讓大家知道 就是說 我們不是整個國民黨都是一些軟爛男 基本上 我覺得他就會 沒空在那邊罵那些小事情了啦 因為將軍都衝了大家還不跟上嗎 一定跟啊 真的 打起來說大家就上 將軍都衝到退黨了 是不是 將軍都衝了對不對 他就去做北極星好不好 是北城天狼星 好這個 巧巧說放眼國民黨 目前好像只有巧心是清醒的 主席爭議多幫藍軍罵一兩天就好 私下在盡情的罵 其他就交給名嘴趕緊主導議題 轉移焦點 替黨止血 而不是被基層的情緒牽著走 今天還看到有國民黨員 配合媒體罵主席 為什麼要替敵人開路 敵人根本不需要出手 就被自己的黨員給罵垮了 這種現象在民進黨是看不到的 但我也必須要講 你在民進黨也看不到 這麼欠罵的黨主席 這真的是一個很奇妙的事情 央醫處理說 巧心非常用心很棒 加油 KMT的將帥到底什麼時候 要穿草鞋向前衝鋒呢 你覺得黨現在 將帥們能夠穿草鞋衝鋒嗎 不能也要能啊 拖也要拖出來啊不然怎麼辦 就是已經半死不活 民進黨已經囂張成那樣了 那你還不發揮監督的力量 那乾脆就是改成剩一個政黨 我們解算算啦 很多人會這樣想啊 那你這樣民眾怎麼會再願意投給國民黨呢 更不用說什麼中間選民跟年輕人 我跟你講中間選民跟年輕人 他們最討厭跟魯蛇在一起 他們最討厭跟什麼 他們最討厭跟怪人在一起 所以你只要你就像是怪人 他們就不會支持你了 所以國民黨最重要的是 你就不要成為社會當中的怪人 大家懂嗎 你們以前有 這個好奇妙喔 可不可以多解釋一下 大家有那個經驗嗎 比如說在班上有些同學 他就是因為有臉怪怪的 就被大家認為是怪人 他可能不是什麼怪人 他很單純 但是他被大家認為是怪人 然後就一堆人開始排擠他 但是有一些人就是看起來 大家好像很喜歡 他可能沒什麼料 但是呢他就全部都遠過去 你們感覺 以前我就是負責 扮演怪人的那個角色 是喔我都霸凌別人耶 是這樣子嗎 我都扮演怪人 然後把班上所有人 通通都放到火裡面去燒 這個好像也不太好 好我們這個例子呢 不能拿來當做好例子 好 燕廷謙說我從草協就開始支持巧心 第一筆政治人物的政治獻金 也是給巧心 希望巧心加油衝進立法院 以前草協聯盟是不是有一個人 最近常常跟你捧台啊 對啊對啊 那個現在是北極星的那個學長 對啊那怎麼搞的 就你們草協聯盟 是不是很多學長 現在都已經不在黨裡面了 只有他而已吧 應該只有他 因為被開除之後 他就還闊天空 然後就 就做自己的事情 就這樣子了 喔這個 姬咪樣說 可是朱大寧的好朋友 資深悲觀媒體的人 剛在隔壁棚說 國民黨2022最後一戰 如果少於11席 就要陪綁了 這一定是軟爛男黃偉漢 講的這個 Flame Line說 難怪今天爆料後 塔律班的戰鬥力很弱 加油巧心得第一 楊亞運說 高端高端快過期 壞掉了隆隆酒說 另外提供個可能性 放野有公開作者編輯群 也許能人肉看看 也許找到黑資料 正在努力中為虎作唱者 我要看到他們寫流成河 那對啊 我記得最近你好還有講 你覺得中正區的居民 沒有出來投罷免票是什麼原因 跟你們辦活動的位置有關嗎 說真的 其實中正萬華這一次的罷免案 我還蠻多個活動都有參與的 不是因為我非常的熱衷 是因為數量極少 喔真的喔 對啊數量太少 為什麼中正區不方便辦活動 中正區在哪邊啊 中正區我印象中根本沒辦過 我的印象啦 我有可能講錯 但我完全沒有印象辦在中正區 因為我就數嘛 選前的時候有一次是年輕人 就是大場團體 然後還有像鄭肇星他們有去 有一次早上八點的一場 然後呢還有中小平辦一場 中小平辦一場的那一天我有去 然後隔壁還有一場是印象威 也在同場尬場 然後呢再來就是選前了 大家都在萬華啊奇怪 中正區不能去是不是 欸這就很神秘啦 萬華都沒 中正都沒人去啊 那可能他們是想說 因為這次林長佐這個破口的事情 3加11就是出在萬華嘛 所以就集中萬華 但我個人覺得純粹是因為時間太緊迫 所以只能集中在萬華 那如果你可以再多幾個禮拜的話 或許中正也可以去一去嘛對不對 所以就是他在那中正的3000票啊 說真的就是這樣 中正區的居民還可能以為說 那不是萬華區的罷免案嗎 跟我沒有什麼關係 感覺真的會像這樣 因為我選前去過一次的 一次的市場掃街 中小平的 然後一次的他們戰車掃街 也是在萬華 然後一次的選前之夜也是在萬華 三場都是在萬華 全部都是在萬華 中正區一次都沒有去過 也沒有人發我去過 你知道我的意思喔 是不是罷免團體裡面有一些人 搞不清楚 敵我不分 他媽後面還有人來罵我 說欸 媽當初叫你要發我們這些罷免的人 你怎麼都不發 他媽發中小平 我想說幹你媽的 媽你有沒有搞錯 把我來罵我 我都還沒有檢討你們 怎麼不努力到我會call你 我能發誰 我媽就只能發中小平跟彤仲彥 彤仲彥好像還不只發一次 他好像有一次還穿內褲給我看 但這樣子也可以怪到我身上 媽幹我真是覺得如果 這個貴黨的戰鬥能力都是這樣子的話 媽就敵我不分欸 幹真是太恐怖了 阿你有沒有覺得很有國民黨的參與感 在那個 真的喔 因為懂了懂了 他們大概就是這樣 平常就是這樣 那個地方就是這樣 藍營出沒寸草不生 我講一個爆料給大家聽 那時候啊不是有兩個活動嗎 就是同一天有鍾小平跟映小薇嘛 然後因為鍾小平有約我們 所以我就到了現場去 然後呢他就參加 然後他就問說那隔壁有映小薇 他媽想說隔壁有映小薇我根本不知道啊 關我什麼事 然後呢好反正呢他們就說 喔那等一下去看看什麼的 後來結束之後我跟王欣穎 我們兩個就在想說 那個映小薇那邊要不要去看看啊 後來我說我覺得不要好了 因為人家他沒有邀請我們 等一下去也不知道是說歡迎不歡迎 那下次他邀請我們的時候我們再去 然後呢當然很好笑 有一個人後來就去了 好我不能講他是誰 反正也是一個政治人物去了 結果另外一邊的人就看到他跟他說 你們太過分了 就這樣結束 所以我就說他們真的是 可是兩邊真的已經吵到一個 當時他就會覺得說 額爾關有什麼事啊 就是你們到底怎麼了 這樣怎麼弄罷免 然後呢很多人就想說 啊算了算了 吵成這樣子一定不會過 然後覺得一定不會過之後呢 就刷身刷身 然後這件事情就快過去的時候 大家發現說不定有可能過耶 那個罷免門檻太低了吧 然後呢他就說 好好好那照照康那時候想說 怎麼算最後幾天 不行這樣子吧 這樣等一下到時候很難看 然後就我們就硬是辦了一場罷免的選錢晚會 坦白說人不是很多 可是我覺得我們做這個工作要有誠意 不能像老扣那樣子 就是你就發個四篇 然後隨隨便便就去領五十幾萬 我覺得這樣不可以的 你還是要有誠意 那個車子要租人要找來嘛 所以雖然夠小場 還是辦了一場小場 還是有一些民眾一起來參加 這蠻重要 不然什麼都沒有就要去罷場了 那那個票數看起來很難看怎麼辦 很尷尬耶 我們公投都可以投出 罷免林昌佐的同意票了 結果罷免林昌佐的時候投不出來 我覺得反萊豬當然是我不想吃萊豬 但我覺得林昌佐比吃萊豬還要討人厭 應該照理來說不會沒有人投啊 但可能很多人根本不知道這件事情 是不是 吧 我們也不認識 我們也不認識 做說 你 快要